老罐草,驱风通落,有良药 纵观整个中草药界,有许多以动物名作为药名的中草药,比如仙鹤草,老罐草等,这些草药名称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有趣的传说故事。 今天,我们就来说说这老罐草的故事吧。 相传在隋唐时期,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淼云游至四川峨眉山上的真人洞。 他在洞内炼丹和炮制多种致疑难病的妙药,医解病人疾苦。 由于四川属盆地气候,湿度很大,上山求医的患者大都患有风湿病,而孙思淼对这种病竟一时束手无策。 有一天,孙思淼带着徒儿上山采药,忽然发现有一只灰色的老罐鸟在陡峭的山崖上,不停地啄食一种无名小草,随后拖着沉重的躯体,缓慢地飞回密林的窝中。 过了几天,孙思淼又见到这老罐去着食磁草,神奇的是,这次老罐比上次飞得雄剑而有力了。 孙思淼突然想到,老罐鸟常年在水中寻食鱼虾,极易染上风湿邪气。 老罐鸟能食磁草,说明磁草无毒。 食用过磁草后,老罐鸟飞得更加有力,表示该草对动物有一定益处。 他随即命徒儿采回来很多这种无名小草,煎熬成浓汁,给前来应诊的风湿病患者服用。 几天之后,奇迹发生了,这些深染风湿臂痛的患者们竟然都痊愈了。 人们奔走相告,牧民前来治病的人络绎不绝,这些经过治疗痊愈后的风湿病人,好奇地询问孙思淼,这种草药叫什么名字。 孙思淼思索片刻称道,此药草既是老罐鸟首先认识发现的,就叫它老罐草吧。 老罐草,胃苦,微腥,性平,龟肝,大肠经,具有驱风通落,活血通经,清热解毒等功效,常用于风湿臂痛,肌肤麻木,筋骨酸楚,跌打损伤,立即泻泻,疮毒等症。 由于中草药老罐草对风湿病却有显著的疗效,民间常用老罐草制成的外用膏药来治疗风湿臂症,一直流传至今,经久不衰。